吹水到黃金,黃金海岸的街坊,大家好 各位三聖村屯明的街坊,大家好 今天相當開心,又來這裡玩 之前看了一套電影叫班加西33小時 又進來這裡訂購黃金33小時 上次拍了一半,器材壞了,下半段就沒有了 今次又進來玩,又不是說玩33小時 玩自助餐套票 我自己也是在黃金海的官方網址訂購,差不多1600多加1 包吹兩位自助晚餐,兩位自助早餐 這間酒店都是十年如一日,沒有什麼大變動 因為周邊的環境都是,相當舒服 走了約兩分鐘又來到酒店門口大堂 一進入大堂,每一次看都覺得相當漂亮 雖然說差不多有30元的歷史 二話不說,先去拿房間 做了一個長盡的健康申報,未有房間 蛇咬都好,將近三點才給房間 現在有些兒童的遊戲,水上活動已經開了 我回到黃金海岸泳灘這裡逛逛 這裡就是龍珠島一帶 1995年第一次進來住這間酒店 當晚就是在這裡吃他的自助晚餐 我自己很記憶猶新 他那時候有一些菲律賓樂隊 好像兩個人,一個彈琴一個唱歌 你有生日,他又走過來和你唱一些生日歌 這些都是昔日情懷,這些在目 這次回到來都是尋找回以往的記憶 出來海豚廣場一帶走一下 海豚廣場回到海灘的位置 一不知是否水退 海豚廣場回到海豚廣場 有時進去屯門元朗單車 都會路徑推單車出來 吹海豐 7樓 705是這間 首先看看圖生路線圖 左邊就是洗手間的位置 左邊就是洗手間的位置 另一邊就是浴缸的位置 浴缸對著一幅畫 就是正正廁所 也是一邊站缸 然後洗手間的衣櫃 在衣櫃裏面 什麼都沒有,肉袍都沒有 有件及此,我放個袋子 先做樣子 旁邊就是水巴的位置 有水巴就必定會有咖啡茶 有咖啡茶又必定會有雪櫃 雪櫃的飲品不是包的 然後水巴放一點 就是梳化的位置 一張大一張小梳化 在梳化看電視最棒 有什麼可以在梳化看最棒的呢 就是在床上 一張大大床房 也是三邊落床,床頭櫃也有插掣,USB那些欠奉 今天沒有帶進來充電就麻煩了 看看書桌這邊位置有沒有,也是沒有的 最美的也是懷舊電話 房間外面的警官也是對著泳池,遊艇會 樓下都是露台房,今次是望梅止渴 大家看房間覺得怎樣?相當不錯 每次進來我都是住露台房,沒有露台的曾經試過兩次,今次是第三次 預訂了3點15分游泳,到泳池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進去游泳池,一樓有條通道游泳池 坐升降機 到游泳池區 這間酒店其中一個賣點吸引小朋友,就是淺水泳池 還有兩條滑水泳池 成年人當然是去成人泳池,大很多 然後便下水,紅色線後面是深水區 還沒下水之前,又遇到網友去吹水 說一下訂酒店價錢攻略,我便吸收量多 今天有些風和寒冷,我便做一陣 以前椰樹底下,有個籃球架,還有那邊有條橋,但現在拆了 游泳了約45分鐘,因為有點冷 現在上來有些太陽曬,都還可以 看回酒店上高,嘩 游泳池,沖洗澡便宜了一陣子 現在到六點半鐘,去吃自助晚餐 吃自助餐的位置是LG 下餐廳前面有九十多人排隊 等了十五分鐘,然後就沖口這張桌子 首先看看有什麼要喝,凍檸茶最棒 其次當然是做咖啡,我也要凍檸茶,謝謝 首先看看冷盤區,今天有三樣海鮮 還有翡翠,還有翡翠,有些蟹腳 海鮮不適合吃就點餅,加少許芝士 Cookcut,有些煙三文魚 招絲魚鱸配什麼,泰式肉碎,有些牛肉 泰式冷盤區 當然不少這些主角,木瓜沙律 看照片就不賣,這裡 日式魚生區當然有四款,最棒的 油甘以後切,有些吞拿魚,有些北紀貝 拿了一塊頭盤,加一杯凍檸茶魚生,先壓著 對著外面外面的位置 看完頭盤之後,生蠔沒有,魚生也不錯 這裏的自助餐,我二十多年前進來吃,其實最有名的是什麼呢 外面外面的位置是燒烤麥 還有熱盤區我也未看,熱盤區也不是太多 現在先吃完這次,再跟大家出去吹一下 我吃了一轉之後,剛剛也看到了 還有一個即整的海龍羊湯,喝這些湯都是趁熱喝的最好 一隻大掀給大家看看,這隻還未開口 至於日式魚生,冷盤蟹腳,期望不要太高就可以了 看看蟹腳,這麼厚身,蟹肉都縮了 通常這些蟹蟹,一回來就整隻都煮熟了,然後是急凍的 過關,然後再涮一涮,這樣就縮光了 都是那句,吃自助餐都是吃過氣氛和選擇 食物的質素,要求不高就可以了 現在出去看看其他的食蟹 現在出去到外面這個位置,看到這些氣氛,燒烤味就回來了 看看師傅這裡燒什麼,牛仔骨 後面當然是燒雞翼,喜歡吃,全炭火 這裡閃閃閃閃,好像露營一樣,加上檸檬 有些什麼,還有些小腸吃,比較有興趣 煎鵝肝,煎鵝肝,煎鵝肝吃一下 煎鵝肝,手到拿來 太陽燈底下,日式天婦羅,炸緊 有些小腸,有些小腸吃,也好,也好,煎鵝肝吃 煎鵝肝吃,也好,也好,煎鵝肝吃 這邊還有些燒海鮮吃,燒蝦最好 大家看到外面,外面的炭燒風味 吃自助餐,主要都是吃這種味道 鵝肝的質量相當不錯,配上甜甜的醬汁 吃完,一拿再拿,這個閃閃 吃完這麼香烤的鵝肝,煎一些法國菜,法式味雜菜 牛肉不適合,就試試雞,這個也不適合,現在要拿燒雞 這個,真是古道有獎 巴馬火腿,會爐魚,還有鴨胸,通粉 後面還有一些剛才生滾的海龍黃湯 千枯萬分此出來,終於有燒牛肉吃 這邊來到印度咖喱區,最好是薄餅 這是咖喱,印式羊肉咖喱 為什麼這麼淺色,看得比較深色 這個,還不是咖喱,印度柳油雞,你猜也猜不到 配印度咖喱,最好吃的是做印度飯 還有師傅,正常在做薄餅 拿完牛肉,有什麼好拿呢? 拿羊肉,這件夠胖嗎?這件夠胖 夠胖嗎?謝謝 那燒牛肉,加羊架,有什麼好拿呢? 就是這個,燒雞翼,炭火燒,多棒 加上燒牛肉,天賦王 吃完燒烤,看看海鮮,有些聖子王,多棒 油鹽水浸泡大燒,有些還未開口 鏡頭一轉就來到點心區,最棒的是蝦餃 蝦餃配過炒飯就最好,剛才的魷魚酥不是這隻,炸魷魚酥 很高,旁邊還有一系列的海鮮 海鮮區,剛才看見他蒸了一條沙花龍頂出來,很快 又夾,撥水位是最棒的 它不是很大條的,一出來,一撥完就蒸了一條出來 所以我覺得蒸魚的拿捏得不錯 來到農場,有什麼可以吃呢? 配麵就最棒了 加上其他配料 一個粉麵區,還是辣沙那隻 我什麼時候都說,不夠飯不要緊,最重要是粉麵 因為這個集團,做一些星加坡的食物,都是很有名的 這間餐廳,很可惜,找不到可能是雞飯 突然聽到烤鐘,真是炸了,火焰拿破崙 甜品的時間又到了 很幸運,輪到我,最後一件 今天就拿了一點點甜品 今晚的回本,都是這個 因為裡面都很吵,拿完甜品,又坐出來外面 就和大家吹一下水 環顧今晚,食物選擇都不是太多 但勝在有風味,特別是外面的位置 炭燒風味,現在都聞得相當之厲害 正如我下午所說,我第一次在這裡吃自助餐 1995年 其實當時也有外面的位置,都是燒烤,相當之出名 今次都是回來吃一種情懷,因為我都沒有在這裡吃自助餐 十幾二十年 以前整體餐廳的風格都是不同的,跟大堂的設計互相配合 我比較喜歡以前的風格,現在就先走年輕人路 我先吃甜品,回到房間再和大家吹一下 早晨早晨,現在是早上的六點二十六分 這樣正常應該就日出了 不過外面就有很多雲 昨天吃自助晚餐,出海灘走一會 回來大堂,見到網友在這裡吹一下水 上來洗個澡就睡了 今早早餐就七點鐘開始 沒吃早餐之前,當然要做運動,逛一下花園 這裡的花園真的相當之大 也可以走出來,海邊的位置 哇,外面剛才有一條烏頭跳了上來 那些海鷗真的在找吃 來,看到嗎?又又 現在就差不多日出了 看來花園,其實還有很多打卡的位置 進來結婚就適合了 那有時候早早起床,出來 聽一下鳥語花香,看看日出 欣賞一下神光 都是一種悠閒的生活體驗 那我回到昨晚吃自助餐的餐廳 那我安排回昨晚的桌子,不錯 那餐廳整體都是年輕人的路線 那什麼都別管了,第一時間就做咖啡 那除了咖啡茶,乳酪也是不少的 那還有一些豆奶 那還有一些冷盤,高級的那些 那這個,大家猜不到什麼 麥皮 那一系列的拼沛醬汁更加不少 那一系列的沙律 那我來到,少許的葉盤區 有些小火腿腸仔 那這邊呢,嘩這邊就精彩了 中式餅心區 那當然不少得有些炒麵 那有些煎蘿蔔糕 那另外一個是,茄汁豆 那昨天的粉麵區都是 原裝的放出來 那還有一些炸麵頭 那太陽燈底下煙肉就不少了 那還有一個至愛 暗裂 那師傅正常在做 那些Hot Cake 那還有一些一系列的包點 那都不錯 那小朋友的至愛,粟米片 那配鮮奶或者乳酪也最棒 那吃麵包當然不少 那要有多士 那還有一系列的醬料補菲 那其實還有粥的 那什麼粥呢? 那什麼粥呢? 那是白粥 那每次都不少了 那很至愛 那即煎暗裂 那師傅正在煎 那也拿了一些中式的早餐 那些蝦餃那些都不錯 那我當然是更加豐富 現在都是7點半左右 那整間餐廳都不太多人 即是六七台 那我就先吃東西 那吃完早餐 那我回到後面花園 那裡拍照一大輪 那這間酒店也是 玩硬件的 那昨天跟很多網友 吹開 都說 去基本環境 泳池 其他那些事 不要要求太高 那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吹水分享到此為止 喜歡看遊艇的網友 就給我一個LIKE 那星星 喜歡遊泳的網友 就訂閱職人吹水的頻道 如果兩者喜歡 麻煩你加入頻道 繼續吹水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拜拜 為止